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晓不晓得 为什么在你这之前 那么多女朋友 有的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就跟你分开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啊 为什么 因为女人是八变嘛 女人是怪物嘛 什么女人怪物 乱讲话 人家是这样讲嘛 女人善变嘛 那变不是变的 我都没有变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讲话的艺术 讲话艺术 我知道 你讲话就多毛病 不是 我不是有毛病 是没有艺术 对啊 你自己晓得就好了 你知道吗 同样一句话 有两个人来讲 会讲的人呢 听了你还会回味 不会讲的 一肚子气啊 我知道 会讲话到人常常骗人的 乱来 好听嘛 好听不就被变咯 好听呢 就是说艺术的关系 知道吗 那现在呢 我要介绍这个女朋友给你了 虽然年纪是大了一点了 但是人家是很有学问的 我呢什么都不怕 就是怕你 怕你这个讲话 这样子啦 现在呢 我暂时充当我 要介绍给你那个女朋友 好 我们来练习一次 好 你要介绍给我 那个女朋友像不像你 当然不像啊 不像我就要 像你我就不要了 我那么丑啊 你不是丑 你说八婆很凶啊 废话 叫八婆当然是凶啦 好 来啊 好 野风先生 你是哪里出生的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哪里出生的 我不是出生 我是人 我是说哪里出生啦 是我是人 我不是出生 哎呦 什么出生啊 出入平安的出啊 不是出生 我的意思是说 哎呦 哪里生啊 是哪里生啊 我在医院生的 医院哪里啊 医院当然在床上咯 难道地下妈妈 哎呦 什么事 这个笨 我什么笨 我是在医院床上生的吗 当然啦 我的意思是问你说 马来西亚啦 香港啦 新加坡啦 或是中国啦 出生地啊 你这个人讲话有毛病啊 还说我没有艺术 你真的艺术零蛋的 什么我艺术零蛋 那你刚才讲 你的出生地 我不是会讲咯 你哪里生 当然医院生啊 难道你家里生啊 不对 我家里生 你讲话有语病啊 我哪里有语病 这样我不对啊 我都搞不清楚 是你不对还是我不对 所以你就不会分 再来 出生地啊 叶峰先生 你住哪里啊 你说什么 你住哪里 我住在我家 你家住哪里 我家在我爸爸那边 你爸爸在哪里 我爸爸跟我妈妈住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妈当然住在我家 你家在哪里 我家不得到我爸爸那边 你爸爸在哪里 我爸爸跟我妈妈住 你妈妈在哪里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妈在我家 你家哪里 我家就让我爸爸那边出来 你爸爸那里 你爸爸那里 你这笨笨笨的你 像条猪一样的 我被你气死了 我不笨的被你打到笨了 被被我打到笨 我问你啊 我的意思是说 大坡啦 小坡啦 大巴窑啦 红帽桥啊 住址啊 刚才你不讲住址 你住哪里 当然住我家 难道我跟你住啊 讲话真的有毛病 跟我住还不要啦 跟我住我有毛病 你跟我 骗我我还要想想 什么 妈妈 哎哟 讲错了 因为这嘴巴就是这样很坏 再来 对不起 野风先生 你有没有结婚啊 还没有 有结婚就不必要 要人家介绍了 我可以问你吗 可以 小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因为我还年轻嘛 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啊 因为我没有结婚 所以我年轻咯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我想自由嘛 那你为什么要自由呢 因为我怕有家庭束缚嘛 那你为什么要怕呢 因为很吵 为什么怕吵呢 因为有小孩嘛 为什么要有小孩呢 因为 要死 要死 哎哟 我真的被你气死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为什么老师为什么 你没有别的东西问啊 我不气我不气 我当然要问清楚了嘛 你打到很过瘾啊 当然过瘾啦 哎哎哎哎八婆啊 我跟你讲一个人的忍耐啊 是有限度的啊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知道吗 忍无可忍你想怎么样 你打打看 打你就打你了怎么样 笨 你真的要啦 真的要怎么样 我警告你啊 我真的无法再忍你了啊 你敢再跟我打一下看看 你试试看 打不是打咯 你赢的吧 你有本事最后警告你 你敢打一下我不给你好看 打一下 我打三下啊 打一下 我怕你啊 怎么样 怎么样 郁翔怎么样 嘿嘿 怎么样 没怎么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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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